激动人心的时候来了啊 咱们现在直接开压 激情一响 环境万两 跟大家宣布一个事情啊 今年的大渊主呢就是我了 所以不准跟我抢啊 今天刚刚花了好几万 买了这一块石头回来 被很多同行嘲笑 这一块就是个大理石 其实本来是不想承认的 但是我后来认真 回来上了水一看 这乌七妈黑的确实是有点像 但是买都买了没办法啊 还是得把手桌给它压出来 咱们现在看一下手桌圈怎么化 你们看这个料子啊 咱们第一眼看过去呢 它是一个乌鸡的 整面都是甘情黑 好像是一条纹列都没有 手桌圈随便化 但其实要把这种料子 化出来也不容易 因为每一块料子上面 总有它自己的一个缺点 比如你们看这下半部分 能看到吗 这里有一点一点的 这种白色棉点 那么咱们既然是要做 那种甘情黑的手桌 这些棉点呢 咱们肯定就要全部给它毙掉了 所以今天这块板料呢 跟以往的那些手桌都不一样 咱们以往一般大部分是去毙裂 这条手桌上面我看了 基本上裂呢 就是这里有这样一条 然后其他地方呢 完整度都比较高 咱们主要核心的问题就是 怎么样去把这些棉点 去给它避开 你看上面这里也有 除了避开正面之后 背面咱们也要看一下 现在呢 先把手桌圈给它画下去 其实看板料很累的 很多人觉得说 画个圈不就是在板料上随便画吗 你需要正面反面的来回去跑 而且有时候 什么叫做天时地利人和 即便是正面反面没有啊 石头的这个侧面 咱们是不是石头皮还没有扒开 压出来的话 它也有可能会跑出来裂啊 或者是瑕疵 其实画出来也不能说百分百没有棉嘛 最起码来说正反面 咱们都检查过后 侧面呢 它相对就会少一点 毕竟它翡翠也是天然的嘛 那有一点点棉的话 咱们还是要去包容一下 先画这两个吧 因为内部的情况呢 咱们还不知道 万一压出来之后 这块料子 它侧面的棉特别多啊 什么的 所以咱们为了控制一下风险啊 把这两个先给它压出来 顺便也给大家看一下 起货出来的一个效果 很多人会觉得说 做个翡翠跑队很容易 你们看 这块料子 Zither Harp 加工做一个方桌给大家看一下起锅效果怎么样 走 加工出来了啊 给你们看一下起锅出来的一个效果 来 你看起锅以后是不是就是一个纯黑的感觉了 整圈的完美度非常的高 焦润度也不错 咱们在自然光底下去转动这条手镯 能够产生镜面的一个效果 就像那种钢琴的烤漆一样 上手非常的显白 那像这样的钢琴黑手镯呢 现在大概是还有十来条左右吧 有想要的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